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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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不見了這幅畫是嗎? 是…是我不見了這幅畫 是周遺河的千江廢圖 這幅畫不是你的, 是爸爸的 這幅畫是屬於我和爸爸的 現在爸爸不在這裡了 這幅畫是不是屬於我的? 爸爸的東西不是你的 爸爸沒說過他留下的東西是給你的 這幅畫是整個系列的 花葉石三幅 沒有一幅也有很大影響的 你知道嗎? 我知道 你們兩個怕我回來 拿回屬於我自己的東西 所以就收藏它 什麼收藏呢? 爸爸大部分的畫都是在書房 一眼都看見了, 我們哪有偷渡 這裡是我們的家 我們怎麼會偷自己的家的東西呢? 對不起, 這裡不是你的家 這裡是爸爸的家, 你們倆搬來 爸爸的東西我也有份 老爺的遺囑到現在還沒算到 遺診現在怎麼分配, 大家都不知道 所以你更加沒權收藏這幅畫 你可馬上拿這幅畫出來 拿什麼畫?我們要不要在那裡 怎麼拿? 冷靜點 不見話這案件, 我們有同事會跟隨的 好嗎? 黃小姐, 我們有另一案件 想請你回警局協助調查 黃小姐, 我們查過了 在黃鎮宇先生出事那一天 你並沒有扭傷腳, 為何你要撒謊? 我每天都要陪我爸爸行山 誰知我沒陪他那一天, 他就出事了 我跟你們懷疑我, 我就隨便說扭傷腳 你沒扭傷腳, 為何你不陪他行山? 因為我很累, 我就不陪你走 我告訴你, 如果你再隱瞞事實的話 我們可以負責你給假口供 好… 因為出事之前那一天 我和爸爸吵了大吵, 我就不去 吵什麼吵? 是因為生意上的東西 我和他作風越來越不同 他越來越保守 我真的不知道他在想什麼 明明那些畫面很有聲責潛力 他經常左膽右膽, 每次都不肯出手 我都不知道他怎麼想 就是因為生意上的東西吵架? 是, 我很不喜歡他這麼保守 我想發掘一些新進的畫家 解僱他們, 但我爸爸很不同意 我就自己在外面開一間新的畫廊 誰知在出事之前那一天 就被我爸爸發現了 他還當場打了我爸爸 因為你生氣, 所以你殺了他 當然沒有, 那個是我的爸爸 我怎麼會殺了他? 我和他吵架之後 我還和我的新拍人上廣州 我爸爸出事那一天, 我還在廣州 和小姐, 雖然你有不在重證據 但不可以證明你和這件事無關 你可以買空 我們查到, 在黃先生死前和死後 你很急, 很想看這份圍繞的內容 那份圍繞是我應得的, 有什麼問題? 為什麼你會覺得應得? 我是他的女兒 好, 這麼多年來 我和他整個中國到處去 一直在這裡和他發掘一些新的畫家 一起去買畫, 我們賺了很多 這些東西是什麼?我的眼光而已 他有這麼好的眼光嗎? 他有這麼好的眼光 他就不會把那個梵子拿回來, 他就… 你說的是你嫂子, 他也是畫家 他算是什麼畫家? 我們認識他的時候 他還在杭州賓館畫那些五十元 一幅水筆畫賣給遊客而已 是爸爸說他覺得有天分 所以申請他下來 誰知道就做了我哥哥的老婆 真瘋狂 發掘畫家變成發掘媳婦 我爸爸的江山, 有一步替我打回來 我這個低能大哥做的什麼? 似乎你很討厭你大哥 我大哥也算了 但我爸爸對我, 比對他一個外人 你那個外人是誰? 就是那個神婆袁寧寺 自從一兩年前, 他認識了這個袁寧寺 之後, 所有事情都不同了 這個臭婆娘, 走來跟我爸爸說 說我欺負我爸爸, 說我跟他八字相聰 自此之後, 我爸爸就不會對我那麼好 無論我以後怎樣陪他行山 怎樣做什麼都好 他只是覺得我侯著他的家產 其實所有的事 我只是想他多疼我, 他多相信我 有一次, 我聽到我爸爸 跟這個袁寧寺說電話 袁師傅, 關於… 春暉元那方面, 多少錢都無所謂 我很怕 我把他搞定 我爸爸所有的錢都被他吵架 好… 我都要留點錢給我自己 所以我就出去搞畫囊 如果你們真的覺得 我有這個殺人動機的話 那這個袁寧寺呢? 骨灰剛好那件事 我爸爸一說不做, 一說退股 總會跟我爸爸死了 好, 你們說, 到底我嫌疑大一點 還是那個袁寧寺嫌疑大一點? 我還是讀書上äch Post 人家看了成敬 不過你教我更多進門白色 也沒有進展 如果你帶我進門見家長 不是我也會學習在進門之後的新招式嗎 現在懂得玩要脅, 太頑皮了 你知不知道, 我覺得我好像 被人包熱功、包小鴨很可憐 何時可以, 當日正大拖手 我叫你給大哥的好印象才行 最近你大哥經常稱讚我 說我文化、查案的時候 細眉了, 觀察又細心了 可惜大家查案時大哥也不太一樣 你乖, 你改變一下 我們將來你一定要跟大哥的事 在查案, 否則怎麼拼得他好感 是嗎? 其實拼得好感不一定在查案方面 那怎麼樣? 我昨天聽媽媽說 我問你大哥一個女上事話的時候 她說了一句, 你大哥什麼都問不到 搞得我大哥問不到話? 沒可能的, 那樣是什麼? 她說你大哥有一個很久很久的心結 心結?什麼心結? 你也不知道我怎麼知道 你回來了, 女兒 媽媽, 爸爸 又說今天晚上很晚回來? 是呀, 早收了 大哥回來沒有? 還沒有 你怎麼好像神神秘秘的? 媽媽, 我剛剛碰到大哥的組員 那個大哥最近的查案很不順 問到話 為什麼會這樣? 他說大哥被人踢足他的心結 還有一個很久的心結 心結? 難道是… 真的他們知道嗎? 說來聽聽 我… 是你大哥的終身大事 終身大事? 什麼終身大事? 你也知道的, 大哥拍了幾次拖 每次都被女孩子飛 那我經常都被你帶伯娘 姑媽他們當笑話那樣唱 那我屈一屈, 整個心結就屈出來了 老爸, 是呀… 男人最要面子的嘛 說起來也有點像 對的話就容易介紹女孩子給他就行了 老爸, 千萬不要 但你媽媽, 我想大哥開心回來 這些事不能急, 慢慢來, 順其自然 但他經常都很常開心 太晚了, 你還不洗澡睡覺? 明天早上叫你不醒了, 快點 洗澡睡覺 我去年已經批了你 今年桃花空聲匯照 在夫妻公的三方四靜 明天, 你怎麼可能結婚? 我看著你叫你不要結婚 你怎麼都不聽 好了, 現在把老公教你不要了 我有現在才, 怎麼你怎麼都不聽 袁師傅, 我求求你 你教我擺有風水陣 我不想跟我老公離婚 我多多錢我也肯付的 對不起, 太遲了 你這些錢我沒本事賺 你注定離婚, 你走吧 袁師傅, 我求求你, 你幫我 我真的都不肯付的 下位 兩位可以進去了 他真的多多錢都肯付的 你這樣也不賺嗎? 我跟他說了 今年之內是不可以結婚 他總是不聽 既然他不相信我, 你找我幹什麼? 兩位, 請坐 來, 你挺特別的 姚Sir, 今天你不是故意賺我嗎? 我今天來想再了解一下 黃振宇先生的事 聽他的女兒說他死前 是跟你合作的一個春暉園計劃 沒錯, 是這樣的事 其實之前我也是向不捨有錢的客人 提議過搞骨灰音生意 例如像你之前提起那位陳日龍先生 因為可以幫他們積陰得化業 積陰得化業? 很多事情要寫才行 搞春飛園計劃 是提供妻生之所給先人 長期供奉他們 這樣做可以行善積福 不僅可以幫自己化業 還可以違責子孫 黃先生經常為家事煩惱 又說女兒要自立門戶 又說怕兒子的將來 所以我就提議搞春飛園這個生意給他 這樣可以積多些恩德 既然這麼好 為什麼黃振宇要退股? 或者他想把錢投資在別處 又或者他不想再跟我合作 但黃振宇和陳日龍 先後替你搞骨灰音生意 剛好他們又想退股 剛好又被你批中他們有大劫 剛好他們又死了 對, 看來你真的很漂亮 如果我不是那麼漂亮 黃先生又怎會迎劫而死? 黃先生的劫會不會是因為 知道骨灰音生意帳目有問題 又或者跟他合作的人有問題 然後要退股, 所以被人殺死 如果姚Sir你再不相信我的話 我隨時可以拿春飛園的帳目來看看 證明我沒有騙過黃先生的錢 依你所看, 黃先生的死跟誰有關? 黃先生, 尋出真空好像是你們警方的責任 不過我記得當日我批黃先生 有個大劫的時候 批文上曾經提過, 提防身邊人 你自己是誰? 我的道行未高深到可以看得出是誰 不過黃先生死了之後 我幫他訂了一支掛 掛像顯示殺他的人是他最親的 這純粹是你自己個人的推測 我幫人批命這麼多年, 見過不少事 很多時候傷害你最深的 靜靜在你身邊的人 正所謂無冤不勝夫妻 無仇不勝夫子 楊Sir, 你查過這麼多年案 都應該見過不少你 又或者自己作業也忘記了, 是嗎? 好了, 今天麻煩你了 有什麼問題我們會再找你 謝謝Sir 謝謝Sir 這女人真是在那地方? 我跟那台炸彈 什麼都叫我準備, 全部都有解釋 不, 聽你說他叫客人不要結婚 到來他走了去結婚 結果離婚收場, 聽起來真的很準確 烏英, 你過來, 告訴你 坐下, 聽住了 你注定孤獨中老, 無叛一生 我批的, 很準確的 插著你這死人口, 千年毒孤症 你怎麼知道, 或者袁寧寺真是堅 堅, 她宣傳和包裝阿堅 但她說的話, 我不太相信 Yu Sir能夠寫什麼? Yu Sir Yu Sir 怎麼樣? 我打算問你寫得袁寧寺什麼 沒有 沒有?沒理由 你平時一個表情都讀很多東西 我知道了, 袁寧寺勁得你不能讀東西 Yu Sir, 還是她太漂亮, 弄得你什麼都讀不到 還是她批中了你的東西, 所以你讀不到 你不會真的相信袁寧寺說話吧 Yu Sir, 平時我們看的運程書 都是說小心病從口入 捐血可以擋血光之災 或者行善可以織福 其實這些事很兇範, 一定沒有錯 那個袁寧寺說你作過業 我們這裡有誰沒做錯過事 這句話放在哪個裡也對 你不要放在心裡, 是不是?Yu Sir Yu Sir, 你作過什麼業? 我認識別人化 業原理業債 怎麼樣?是不是感情路上有點阻礙? 我的業是要帶著一群 好奇心超重打石頭, 猜錯事的手足 Phoenix, 不要放過袁寧寺 你們倆去春暉原來有什麼事 你們繼續追蹤手上的事, 做事吧 是, Sir… 是, Sir 應該有什麼業?跟心結有什麼關係? 你還問?撲鬧嗎? 還是關心上司而已 關心上司還是關心上司的妹妹? 不知道, 說不出事, 怎麼會知道? 很認識嗎? 認不認識?是我觀察到你的妹妹表情而已 總之, 知還知, 別說, 可能會說什麼 難怪這麼關心Yu Sir的事 原來有人想行大舊政策 就是這樣, 試試這麼多年 幫幫忙吧 那些什麼心結、葉的什麼? 別說你, 我也很想知道 究竟葉Sir的心結是什麼? 他最近不是這兩個字 經常失魂落魄 如果我們可以幫到他 對我們的團隊人也有好處 是, Sir, 警官 不好意思, 有點事出去 要你等到這麼晚 不要緊, 我們是西九龍重案組 你就是這裡的神經理, 是嗎? 是, 多多指教 謝謝 不知道有什麼可以幫到兩位呢? 我們在查黃振宇先生的名案 有些關於他的事, 想問清楚 黃先生死於非命, 我們也很難過 聽說黃先生也是這裡的股東 沒錯, 我們還有其他很多股東 其中有大股東是不是袁寧寺? 袁師傅是斜頭難搞春輝員那個 我們還有其他很多大富豪 聰會員達都是股東之一 為什麼需要這麼多股東? 春輝員的工程非常龐大 共分為四期 現在你們看到的只不過是第一期 遲些會發展第二期、第三期 這裡的發展前則非常好 所以需要的資金也不少 難怪我袁師傅這麼積極找那些富豪 工程越大, 食水越深 那黃先生有沒有跟其他股東發生過爭執? 黃先生平時也很少跟其他股東接觸 很多股東只負責出錢 其他的事都是由袁師傅安排的 好似袁師傅提議黃先生建了一個亭 可以積福 黃先生就馬上在後院裡買了一個位置 準備建一個叫化業亭 化業亭? 黃家不見的那幅畫 不就叫千江化業圖嗎? 陳經理, 我們可不可以去看看? 來 就在外面轉郵 我回文公室做些事, 你們自便吧 謝謝你, 陳經理 來, 行吧 這麼晚還在宵夜呢? 小姐 站住 站住 你不是走 看車牌嗎? 真的這麼快, 還是有事? 去看個招嗎? 葉圖?會不會是… 法政那邊查過了 畫的墨跡和紙質都有五十名歷史 跟周懷學畫的千江化葉圖時間混合 我們也拿過去給孝雅明家那裡看 他們說無論筆跡和畫風 都跟周懷學的千江化葉圖很相似 這幅很可能就是千江化葉圖 這幅豈不是真的嗎? 偷偷拿出去賣就行了, 用不著笑 看來真的有仇 如果是有仇, 隨便找個地方燒也行 為什麼一定要去黃振宇 一心想起的化葉亭那裡燒? 千江化葉圖, 化葉亭 為何黃振宇這麼喜歡用化葉這兩個字? 會不會是黃振宇 他很喜歡千江化葉圖的畫 所以建個亭也是用化葉這兩個字? 不, 我不會排除這個可能 在一個跟黃振宇有密切關係的地方 燒一張黃振宇很喜歡的話 我覺得這個女人在祈禱黃振宇 夜晚晚在骨虎音祈禱黃振宇 還用了一百萬去祈禱 阿Yu Sir是懷疑黃振宇因為退估 令到元凌子動殺機 會否是元凌子內疚所以燒畫祭黃振宇 我查過了,袁令子事發當時 跟客人吃飯 通知了他家是不是? 我們已經通知了 曾經報警說不見了這幅畫的黃佩文 不過他一直在廣州看畫紙 現在正在回香港 待會我們會先跟黃曉冬談清楚 Madam,姚Sir 黃先生 黃先生,很感謝你合作 你們這些伙計說 說你們找到那幅畫,你現在在哪裡? 請你確認一下是否這幅… 這幅畫是我的爸爸最喜歡的 我們一定要追究 上星期三晚 我們在春暉園的化業亭 就是你爸爸出錢戲的亭 我們那裡發現了一個女人 她在燒這幅畫,可惜被她逃脫了 你知不知道那個女人是誰? 誰?會不會是我妹妹? 她偷了這幅畫之後 又怕被人查到,所以燒畫 我們查過 黃小姐案發當天在廣州看電影畫 一百萬一幅畫就被她燒成這樣 誰這麼無良做這種事? 未必是無良 學了燒畫的人是想祭你爸爸 祭我爸爸? 那個女人是誰? 不知道,不清楚 那你又知道為何你爸爸會建這個化業亭 我不知道 那幅畫都弄成這樣就算了 我不追究了 你不追究? 好,上星期三晚上八點多時 你太太在哪裡? 她整晚跟我一起,你不是來做甚麼 你真的肯定要跟你在那裡? 是呀 黃先生,冷靜點,坐下 我只是循例問一下 黃先生,你在這裡等一等 我們很快回來 李Sir… 吵吵 不止吵,她的態度還很矛盾 不就是,一時又是追究 一時又是不追究,她想怎樣? 因為她隱瞞了一個大的秘密 但是她的手 會不會是我妹妹? 黃曉冬 初初認為她的妹妹做的時候 她就擺出一對塔撞手 塔撞手? 兩隻手擺得像是塔一樣 是極度自信的表現 但是當他們證明到 可能不是她的妹妹做的時候 而燒畫未必是因為復仇 而是可能有人想燒畫來祭她爸爸 你以後再看 她的塔撞手慢慢押解 成為祈禱之手 祈禱之手是一個人的信心開始動搖 甚至是心裡開始懷疑 才會為這個表現 那懷疑什麼? 她懷疑一個人 她懷疑可能就是那個人做 她把兩隻手指 收起來在雙手裡面 這個信心極度低落的表現 因為她越來越相信 真的是那個人做 不知道 然後又收雙手在桌底 她收起來是因為她有所保留 她真的有事隱瞞我們 當時你在問她的 是問她老婆在案發的時候 究竟在哪裡? 她很大反應地說跟她老婆在一起 還想反對嗎? 難道燒壞那個鬼的老婆? 當我們問到上星期三 她老婆在哪裡的時候 她想也不想就回答我們在一起 所以我都很奇怪 她不是整個在一起嗎? 你們在這裡 你問你幹什麼? 當時她很激動,好像想做什麼 其實我們欠一個突破位 就可以找出真相 她老婆去大訪,要不要問她? 不用,送我去找她回去 我去找她,我去找她 怎麼樣? 爸爸最喜歡的青哥快點逃跑了 算了,沒關係再說,走吧 黃太太 我想問你上星期三晚八點 至九點左右有你在哪裡? 我剛才不是和你們說了嗎? 我老婆整晚跟我一起 你還來幹什麼? 我有同事在春忽然 看見蕭華那個女人的背影好似 黃太太,你不介意的話 可不可以轉身來? 別搞我,女兒 不要,別走 別走,老公 別走,別走 放手,放手,放手 放手,放手 老公,快走 放手 老公 你沒事吧 警察就暗打? Uson,是否過去襲警了? 不要,別拘捕我老公,他有病 老公死了,他不肯吃藥 才會這麼迫動 我靠你們不要告他 各位,請用茶 謝謝 謝謝你們不告我老公 我們想知道你先生 是何時患了躁鬱症的 其實我們還沒結婚之前 他就已經有了這個病 不過他一直都吃藥控制住 所以才沒什麼問題 那為何他後來停下不吃? 老公死了之後 他心情一直都不好 所以不肯吃藥 加上剛才他可能以為你會傷害我 所以才出手保護我 真的很對不起 他不是怕我會傷害你 他又怕我們看到你的背影 因為那晚就是你親手去燒的 那幅千光化葉圖 是 老公,那幅畫是我燒的 那天你的孤兒黃小姐說不見了那幅畫 其實是你藏起來了 為何你燒了那幅畫呢? 那幅畫很貴的 那幅是我老公最喜歡的畫 如果能讓我孤兒得到 他一定會賣掉它 老公是我恩師 是他帶我來香港的畫碳發展 我才能夠有今天安樂的日子 老公死了之後,我每晚都夢見他 我知道他心願未了 所以我才燒了一幅畫給他 阿姨,你剛才在電話上跟我說 千光化葉圖被人燒了 到底是甚麼一回事 誰做的,你們查到沒有? 是你?竟然是你? 你是不是瘋了? 你燒那幅是周懷賀花葉石三化圖 裡面的化葉圖 我三幅合起來,我可以賣五百多萬 你一燒了我的一幅 那我另一幅又怎樣? 你是不是前世跟錢有仇呢? 錢…你總是懂得說錢 藝術是不要用錢來衡量的 我不用錢,我用甚麼? 你跟我說藝術,你懂藝術嗎? 你有資格說藝術嗎? 你…我甚麼? 是我爸爸才花心驚時間在你身上 結果呢?豈不是只有一個桔子 豈不是有幾分知識 你能想得到我,大哥 你現在還在街上畫水墨畫 你別走,那這幅畫怎麼樣? 黃小姐,既然這幅畫找回來 你也去警署燒案 燒案?燒…甚麼都燒掉它 那個范小莉說的事就行了 我看不出她有甚麼隱瞞 她可能只是把這幅畫借到黃山 那個嫂子說那個姑仔貪恥 那個姑仔就說是靠她的樣子來壓食 真是複雜 有多複雜 女人努力工作是為了賺錢 女人嫁人,找個長期飯票 也是為了賺錢,很正常 但最不正常的就是范小莉 滿百事怎麼燒一幅畫才行? 她也說了,都說要敬重她老爺 所以不就以為祭她就亡魂 祭還祭,可以偷偷地祭的 你知道這幅畫值多少錢嗎? 三幅加起來,值五百萬 不要經常只顧著說錢那麼糟糕 可能范小莉和她老爺藝術上的滋陰 你有沒有聽過古時有個故事叫… 叫伯牙碎琴嗎? 有,經常聽的 不過我忘了,你過來聽聽 讀書的時候經常都會讀到的 伯牙是古時的一個人 她彈琴很厲害 唯一有一個叫鍾子琦的人 就聽得出她真正的心意 但鍾子琦沒多久就死了 伯牙就覺得在這個世間上 都沒什麼人懂得欣賞她的琴聲 於是她就用她最珍貴的搖琴 去到鍾子琦的墳前打碎她 後來的人就用伯牙碎琴 來比喻知音難求 為了一個知音 多珍貴的東西都可以犧牲 難怪范小莉 連一幅這麼貴的畫都願犧牲 她跟她老爺一定是好知音 有人餵就好了 金玉瑪,被人看見有什麼好 我自己來吧 哪有人?都走了 要親好,現在要親了 你呀,上 很痛 撐得住,為了救你們大哥 斷腳也要 是呀,我… 別這麼說,傻瓜嗎 究竟今天發生了什麼事? 我今天發… 老闆,有幾個機器 謝謝… 小玉瑪,今天有個瘋子在警察發狂 打算拿你大哥的命 我當然是飛身過去救她 我打算打生意打開的時候 誰知會擒拿手 一擒就擒了手,真的扭斷了 斷了? 差點… 不過真的有點怨 我來想想 謝謝,上一點… 行不行? 行… 然後她反手還叉了頸部 叉得斷氣 那應該怎樣?看看… 現在沒什麼,不過… 不知道為什麼 一條頸尺在腰上 好像… 很差勁嗎? 尺 我幫你鬆一下,好嗎? 是嗎?好 妹妹,不好意思 又說手斷了,還在轉筆 說謊了 不…不是,我看悶,我來看 說真的,我今天真是拚命救你大哥 你拚一下就好敢 那我拚他,可以快點讓我們跌下錢 拚臉嗎? 真的不知道你說得真還是說的 真的,不用問你大哥 順便問,讓不讓我們拍拖 沒有…當我相信你了,好嗎? 但還是要解釋大哥的心結 還不了解? 這樣才100%穩妥嘛 你不想嗎? 不想 那就乖了 要走了… 這麼大意? 你說我拚了老命,不會的嗎? 早點休息吧 最多明天大早餐給你吃吧 好了…早點了 對,早點休息吧 再見 吃頓點 來 阿Sir,有什麼事? 你沒事吧? 沒事,在攤頭 過來看看你 不用特地來 不要緊,我到醫院了 升降機也到了 好,休息吧,再見 怎麼這麼怨氣?顧著我嗎? 你大老正正在 想嚇得我回頭 誰相信你,回去休息吧 他正在搭聶頂上的你 阿妹,誰在這裡? 這個… 你別再搭,我怎麼樣? 阿妹,千萬不要看見你表情 要不然他十別到的 掉了一隻耳環 掉了一隻耳環? 是 我幫你找找 你來醫院幹什麼? 來…跟著我 我今天特地過來探望那男同事 但是我來到發現原來他出院了 然後跟著掉一隻耳環 今天真是超級黑 小子 你跟誰在趕電話? 沒有人 那你是拿著電話嗎? 不是,趕完電話就發現原來我掉了耳環 我打算用它來打回記憶而已 有沒有事?不好意思 不就在這裡 耳環就在這裡 終於找到了,謝謝大哥 你又在這裡幹什麼? 沒有,我來探望同事而已 那你慢慢探望,我先走了 你和我一起探望他 你這麼黑,坐我車就走 和他一起?不是 很快而已 不生不生不生不太好 你懂的,炒粉,走吧 炒粉 炒粉 睡了嗎? Yu Sir,回來了 不好意思,太累了,很黑了 不好意思 炒粉 Perry,你怎麼在這裡? 對,我剛巧碰到大哥而已 你沒事吧? 我沒事,很小事而已 叫Yu Sir,你不用探望我了 還說小事? 怎麼這麼大事? 今天有個證人發瘋 打得他連錶帶都斷了 那邊拿回口 打連錶帶都斷了? 謝謝Sir 是呀,不然炒粉 麻煩到那個人是我 真的嗎? 捏著你的頸,差點斷氣沒事吧 差點斷氣這麼恐怖? 幸好Yu Sir,你說 要不然人家聽到要我作大 怎麼會呢? 今天這麼多人看到 不好意思,謝謝你 謝謝你 應該的 最重要Yu Sir沒事吧 對了,案件怎麼樣? 案件你別管了 黃太太,謝謝你不顧她老公 你多休息吧 不好意思 我今天一定會多休息 明天吃個好早餐,要好新吃 好心有好報的,你一定心想事成 不妨礙你休息了,大哥,走吧 也不妨礙你休息了 多休息 再見,Sir,晚安… 怎麼這麼急? 什麼?你同事說累了 對,人家說要睡覺,當然是讓她睡覺 還不懂得做活動嗎? 你什麼時候變得這麼細心? 大哥,人家這麼勇氣救你 當然是對她好一點,對吧? 說真的,人家這麼拼命救你 你以後也要對她好一點,知道嗎? 不過我也沒想到 炒粉的人以前不是這樣的 有什麼事跟我爭吵,撐得行 但是她開始變得很細心 肯虛心學,又肯問 如果她再這樣的話 將來也挺有前途 你有什麼這麼開心? 大哥,當然開心 今天你差點去醫院 現在有人幫你頂之餘 你又教出了一個這麼好的伙計 我也替你開心的 簡直是雙喜臨門 你不開心嗎? 開心,但是你比我更開心 你平時冷嘴冷面,難得你這麼開心 我當然比你更開心,對吧? 開車吧,大哥 你好 你好 為什麼會一起回來? 沒有,剛巧遇到而已 爸爸,你抹得嘴巴這麼大 我們進去了,你呢? 不是吧 誰是的?女兒玩你而已 叫你進房間睡,你又不肯? 就是了,我這麼大了 用不著等我門? 我又這樣跟你媽媽說,她不肯聽 我就陪她一起喝去睡 我熬了湯,怕這兩種東西忘了喝 我現在進去弄熱它吧 不用餘我,不給大哥行了 為什麼? 我明天早上要開會,所以要早點睡 爸爸,快點擦牙洗臉吧 你的口水跡還黏在嘴邊 好嗎?不是,是嗎? 我只是耍你而已 早安… 晚安 晚安… 很不開心 我?有嗎? 我最近見你整張嘴唸臉又不出聲 其實是不是有些事挖在心裡? 是的,你就要跟媽媽說,不要挖出病 媽,你信不信葉這件事? 你無仇不成父子 為何無緣無故問這些? 我隨便問問 你還顧著當年那件事嗎? 你真的有點心神仿佛,兒子 其實那件事已經過了這麼久 對,你要記住,那件事是意外 不是你的錯,亦不是你作的孽 怎會不是我的錯? 如果我不想要喝汽水的話 爸爸不會上船就不會死 這是天意,如果天要你爸爸死 就算不是你叫他上船,他也會死 為何那件事還放在心裡 你不放下他呢? 我也很想放下 但我總是想著袁寧子跟我說 我有個心結 而且這個結可以解開 你別相信這些事 我本來也不相信 你記得廖美師嗎? 他跟我說過,他說在美國見過爸爸 他一個過目不忘的人 他不會騙我的 如果爸爸真的來死的話 就是說我們有機會找回他 哪有這樣的可能? 怎麼可能呢?整艘船都炸得爛了 人家怎麼會沒事呢? 再說,如果他沒事 為何不回來找我們呢? 不開心的事就不要記他了 應該像電腦一樣刪除了他 完盡就算了 再說,你爸爸還餵我們不夠嗎? 爸爸哪有餵我們 他只是生意失敗,留了一筆債給我們 或者你會覺得媽媽很無情 但是人總要向前看 怎麼可以經常在以前想多開心呢 我知道你爸爸很疼你 但你不能經常想著以前的家多開心 你就不會珍惜現在 這樣吧,兒子 如果你真的想開心的話 索性自己認識一個女孩子 自己組織一個幸福家庭 快點結婚生孩子 然後讓你抱孫,對吧? 我是說真的 我也是說真的 你說熬了湯,熬了什麼湯? 鯪魚熬粉葛 真棒,我要大碗,謝謝 袁師傅,妖Sir說有事想見你 給他進來,坐妖Sir 那一幅千光化葉圖已經找到 你還有什麼想問? 你怎麼知道? 很少事是我不知道 何況這件事是發生 在我有份搞的春暉園裡面 我來問化葉庭的事 黃鎮宇這麼喜歡千光化葉圖 他起腳亭也叫化葉庭 但是那個化葉的葉不是樹葉的葉 而是作業的葉,是嗎? 袁師傅挺聰明的 這就是我教黃先生起庭的原因 正所謂前人重樹,後人遮蔭 起庭幫人遮風擋雨 就可以幫自己和後人積負,燒災化葉 黃先生這麼重視化葉 到底他有沒有跟你說過 他曾經作過什麼葉? 沒有 隱瞞對你有什麼好處? 我有什麼需要隱瞞? 要說的話,我已經說了 要幫的話,我也幫了 如果妖Sir你還懷疑我 又有證據的話,你就可以抓我 要不然我還有很多客人在等 妖Sir,你是不是還有事想問我? 我有些私人的問題想問 查案的事,我可以替警方協助調查 但如果是私人的事,我要收錢 而且價錢也不便宜 沒問題 但你可惜我的預約已經排到半年之後 不過看上的事,很看緣分 我覺得我和妖Sir你很有緣分 如果你真的這麼心急 今晚吃飯的時候 有,我可以花一點時間跟你聊一下 妖Sir,你想問什麼? 我想問一個人 是男還是女? 男,今年應該六十一歲 夠了 好 震上坎下,擂水界 什麼擂水界是什麼? 有轉機 有轉機,就是說可以找到那個人? 這個人之前遇到的事 一定是極度兇險, 狗死一生 是 雷水解的上一掛是水山獻 是一個極度兇險的掛像 但如果不經過他, 你就去不了雷水解 這一掛的禁要就是解詞 掛裡面有春雷大作 大地解凍, 越困難可解 有生機的意思 有生機? 就是說他還沒死 他死了, 他現在在哪裡? 來西南, 他在西南房 後來我去了紐約讀高校 有一天在地鐵站 我看到那個男人很像你爸爸 西南即是未過 沒理由, 如果他還沒死 為什麼他不回來找我? 你怎麼知道他沒找你 或者他找你的時候有點阻滯 你這麼緊張他生死 你怎麼知道他不緊張你? 就是說他找過我? 我沒這麼說, 我也是照掛像理解 不過正所謂心誠則靈 如果你真的誠心想找到他 就算天涯海角你也會找到 不然就算近在止赤 大家都見面不相逢 你也是想在不同的途徑 去了解更多這件事 我所說的話, 你不用盡信任 我在想找到某些人 我也有在賑一個人 在賑海裡, 你小心走 這是一個人的 我帶我去吃不去 大家看我去吃不去 這件事, 你不要再拿 在哪兒子, 你不要再拿 好, 你不要再看我看你 我看你吧, 你好 這件事, 我看我看我看你 总终到你的路 这样用力逃避 一种眼神奇 实你已快乐 不靠着情报 我都可看得 假若罪行谁在掩饰也好 心中还少有数 虚偽面目无论装得再好 偏偏欠缺心度 这样用力逃避 一种眼神奇 实你已快乐 不靠着情报 你心虚我知道